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 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其实我等这一刻 真的等了很久 其实今天我打算 跟我女朋友求婚 为此我买了这个戒指 那这个戒指实际上 也是我挑了很久 才挑的一款 我不知道她习不习惯 所以其实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决定的 所以你穿这么喜剧是为了干嘛 你知道吗 我见错了 你在那边跟我装 那我们重新来一次开场 OK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 赵泉 那么这个衣服限制了我的一些动作 导致我没有办法做一些夸张的动作 那观众老爷们肯定会非常好奇 这个戒指 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其实呢 骚泉是这两天接套了一个 第二段階的广告 然后呢 他们呢就给我系了这个戒指 当然是要 还回去的 那我问这个金主报 这个广告你们究竟想怎么做 那他们说这个东西你随便做 我们都接受 话虽然这么说 但这毕竟是一个求婚戒指 而且还是一生只能送你一个的那种 作为一个单身狗的烧权 这个饭肯定一个人掐不动 你懂吗 这个饭他必须牺牲一个人 那牺牲这个人是谁呢 那就是我们的 阿珍 那么我的这个计划是这个样子 因为阿珍在处理感情这个方面 他比较的怎么说呢 是嫩 所以呢我今天就跟阿珍安排了一个求婚快闪 他面对的将是一个 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朋友 以及突如其来的浪漫场景 那我就邀请到了我的一些好朋友 有头吗 我也有头 有头啊 大家都有头 我可以去看那东西 哈哈哈 刚才你抹 嗯 你这怎么抹啊 往后面抹呀 可是 还是抹抹抹抹吧 啊这个书干很奇怪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像在弹他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窝擦这什么书子 哈哈哈 他把会掉哦 哈哈哈 对 我羡慕你的发量 啊 我说羡慕他的发量 哈哈哈 哈哈哈 发光吗 然后请到一位演员小姐姐 沿着一场求婚快闪 他这里不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子 OK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Let's go 啊对 啊你直接上去就行了啊 我待会儿到啊 哈喽欢迎欢迎欢迎 啊 啊 很容易 啊 啊 啊 你没事 啊 嗯 我们服务员准菜 好 来啦 我们都能帮忙 不是 我就是还有个人帮 给大家帮忙 就点这个情侣套餐吧 然后再加这个 好 然后再帮我们吃完味水 好 算了 嗯 拜拜 不是 情侣套餐 我是你女朋友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从来被你称作了 我认识 真的是错人了 我认识你男朋友 好 我想要问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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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小姐姐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奇怪 你猜奇怪好不好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告诉我 就过来 你怎么突然这样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男女是不是都不轻啊 别别别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照人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费好不好 什么钱啊 我跟你 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没有感情 什么声音啊 干嘛 根本就不用再拉好不好 这个是你叫的吗 不是我叫的 因为你叫的嘛 你叫的 你叫的 怎么回事啊 这家店不要急 超乱乱 我好浪漫 我浪漫 各位来宾 各位好人 还有主持人吗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呢 我们很荣幸的一起来见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刘先生 与温柔美丽知性优雅的陈小姐在此隆重的举行订婚 那么首先呢我想来采访一下陈女士 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我愿意 怎么你愿意 你刚乱说了好吗 我可以说三个 好的 那么在这里我隆重的向大家宣布 这个太想了吧 第一个问题是马上开始 让你回顾一下两个人的感情厉害 怎么还有无欲丝压呀 你怎么 你怎么太熟了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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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就不要看了 到时候是要还回去的 原来要还回去吗 不是用我的身份证买的吗 怎么可能拿你的身份证买 这种东西一生只能买一个 太不谨慎了 如果未来的时候你要买这个戒指 那这个一定得是你的真爱才可以 真爱吗 对 谁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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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